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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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贏道有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 就是他有说的心弦诗字方 那诗就比较散漫的 不那么一样拘谨 而词本来要求有文字甚至很讲究的一种文体 比如说人工化的比较要求的一种文体 可以到你心越来越平淡自然之后 你就不会着力在词的一个创作 而彼老语翻书 那笔写得太久之后就会比较书框 不那么一样的一个讲究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信笔直书 文字不求其功 恩情挥煞 得到自然之妙 自然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 跟诗一样的同样的表达的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作品 我们看到在所以后期的词 不会像之前写到那么一样的一个 像念卢教啊 用御乐啊 那种比较结构很完整 而且叛派激昂的一个词片都少了很多 那大部分呢都是特色主要是呢 所谓集市浅性 它是很随意的 朋友邀请那就写一首 有一首感就写一首 没有那么着意 不像黄州时期啊 现在有关于诗文的一些 因为诗文惹祸 变成词的 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抒情的问题 这时就不一样的 而且率而成章 当然有一首呢 我们不能说他很多败笔 基本上都是没有那么样的一个 一个曲折多变化 那情味就比较老成一点 不那么样的一个 那么婉转有致 所以他的佳作呢 就以但愿为主 但中文是这样的 事实上他里面也有某种 是说生命锤炼出来的智慧 而且词里面呈现出来的 比较高远的一种意境 当然习惯了秦少游 或者刘勇的词的一些读者来讲 读到他后期的词 就觉得那种不那么要曲折缠绵 反而好像少了一种情味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它放在 出情虚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的词是别有一种特色的 那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去介绍 黄州时期以后的这时候的作品 但也一样的 我们也是先按步骤班 根据他的编联的一个作品里面 稍举一些不同的题材的作品 来做介绍好了 那第一首我请要翻开 168首的《瑜伽奥》 但我们希望透过这些词里面的 有些有别于之前的风格 或者一些新的题材的部分 来多面的呈现东坡子的特色 再来有时也会透过某些词里面 反映出他当下的某些心境 也有别于早先的一些情况 那这首是一种很有趣的 也蛮幽默的作品 东坡离开黄州以后 中央有点依依不舍 我们前面看他写满庭方 那将要离开了 留别二三君子有点难过 但毕竟他到更好的地方去 心中还是比较舒畅一点的 让他的家人就会有更好的生活 也许不久之后他会看到他的弟弟 那现在他从四月离开黄州 他没有立刻往汝州去 去荷兰的汝州 那这时候他顺着强将往东下 先到江西的云州 就江西的高安的地方 来探望子游 他的弟弟在云州 一直在他们两个人到了九江 在游览庐山 然后东坡就来到南京 京陵那个地方 那中间我们的省略很多 因为那个时候的词并不太多 而且跟弟弟写诗的比较多 他游了庐山写了很多的 有关庐山的诗篇 那这一首是来到京陵 到了南京了 他还没有到汝州去 因为东坡还是有点 中文说的比达到汝州 他还是有一种犹疑 要不要夫人到那边去 还是有另外有些打算 他还想了等等时间的 所以池的有个序文说 他说 金陵赏心亭 送王胜之龙徒 王守金陵 世事一日 已难渡 政治上就是这样的 你真的身不由己了 我们说平常的轮调是三年一调 你会有个心理准备 在这边租了房子 家人来了 有三年的机会 那是正常的 但这位王龙徒 糟糕 来一天就被调走了 行李还刚打开了 不久派人来了 从这边就调到南都去了 那是很无赖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先看序文 金陵就是我们现在的南京 赏心亭就在南京城西下水门的城上 沙林秦淮河可以观看美丽的风光的地方 赏心亭 那在南宋的时候 嘉宣有好多次提到的南京的赏心亭 可是那个时候是北方已经被金人所占据 登的南京的赏心亭反而变成是赏心亭 看着长江北岸都是为金人所占据 无限感上 这个时候还是中原同意的 那是赏心亭 那他在这边送一位王胜之龙徒 王胜之他原来的名字叫义游 不论文字的三生三克 要取名跟字有相应的 他的名字叫义游 就是要更加的柔弱 所以他的字有圣之 有种韩语 语就是超过 所以他的字有退之 所以才是一个平衡 有些父母取名就要做一个平衡处理的 所以当然当义游的名字也太履性化了 就称他的字比较好 就圣之 那王胜之曾经担任过龙徒阁直学士 龙徒阁的一个 当然跟一般的学士是差一点的 是直学士 所以要称他为龙徒王龙徒 他以这样的身份 以前是由官职之类的分别的 官贤是什么 所以同样到这地方去担任支州 如果你的官位高的话 当然你的序心就比较高一点了 所以不是说大家来到杭州当支州 是一样的 尤其是一般的人来到当杭州之州的话 都是相对的比较低一点的 那这位仁颂不简单 以龙徒之士 龙徒阁直学士来到那些精灵 这边当地方的太守 但是没想到他说他这个时候 王守精灵 世事一遇 在那边办公办了一天 立刻把他移南郡 南郡的南都 我们讲过宋代有四个首都 南都就是另外的 是荷兰山丘的地方 当然也是好事了 毕竟当时的精灵也是地方的一个 有名的地方的一个而已 而到了地方都都都城去了 我一关的话 当然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以前我们看 东坡来到杭州的时候 他的长官城乡 调到也是当然最后南都 对不对 他来送别他写了好多首词 但是杭州已经是一个大的 一个上州了 但是更好了就到都城去当官 但现在也恭喜他到了南郡去 这首词东坡刚好路过 碰到这件事情 他觉得这个清奇 都没想到政府会这样去应用人的 一天你没有想清楚的吗 还没上任也罢了 上任一天了 你就立刻把他调到的地方去 你看到政治的一种 真的不可预测 你可想而知了 那东坡当然只能一哨自知 我们看这个词 这个词就是有点游戏去做了 当然就是在东坡刚好参加 他来那边有刚见面有什么样可以欢迎东坡 东坡是一个送别的宴会 有送走这位好朋友 所以东坡就填了这些词 他先提到这个地方 但词就按照很正规的写法 应景言情 就是讲到了要送别这回事情 这里面看到东坡的心情 在那时候49岁刚离开黄州 东坡已经经历过 词壁文学的书写之后 他的心情毕竟跟以前就大不相同 他很多事情看得开 这时候能够用幽默 轻松的文笔来为之 也看得出他的一个心灵的一个状况 而千古龙盘并虎俱 那指的就是这个 形容精灵帝师很雄壮很显耀之处了 那后面我们有些点都提到 当时诸葛亮曾经来一个地方 就曾经说过两句话 中山龙盘石头虎俱 就是在精灵里面有中山有石头城 那两个地方都是很显耀 好像是龙虎盘居来镇压一个地方 是啊 是很好的地方 那所以说形容的地方 有如龙虎盘居之态 东坡也来到一个地方了 所以清复这个地方是千古龙盘并虎俱 千古以来都以这个地方 以龙虎盘居作为显耀地方来看待的 那我就跟着你 崇公一调兴亡处 崇公就是 王毅游了王胜之 我就跟着你 因为你是长官嘛 那就跟着你了 去看看这个地方 来平调在这个时候 那个新王的事况 那新王指的是六朝 从三国时候的东吴到东晋 南朝的宋齐良城 他们的新王衰亡 因为这个正好这六朝 这些地方呢 都是建都于精灵 所以看得出这个地方的圣衰变化了 你看看当时东汉的那个时候 就怎么样 到了东晋的时候 然后到南朝里面的四朝 宋齐良城都建都在精灵 但说起来也蛮讽刺的 这个地方龙盘抚去 结果呢 在威治南北朝的时候 这个地方确实呢 产生的新王之事 甚至可一事呢 就很难说了 对不对 反正就是跟着他来 平调一番 看看这个地方的 新王的宙事 那看完这些名声了 当然最后 王毅游就不能够多多说什么了 所以他赶快招呼好东坡看 一看之后呢 准备要打包 明天上路了 所以上面写到了 喵喵下风吹细雨 那也许刚好碰到这种气氛 也恰好也碰到是 离别的送别的一种气候 好像天地都为此动容一样 就下起细雨来的 喵喵下风吹细雨 这些当下就下起雨来 风吹细雨之下 他们走到哪里呢 芳草渡 就斩满芳草青青的渡口 为什么 这里要送别这位王胜之 这个码头 那个渡口里面 就啥风细雨之中 就要送别 那东坡家生起来也蛮感动的 就是说 中文这些地方的人员 接待王胜之才一天 可是好像都有点依依不舍吧 所以说江南富老 富老留共住 他们呢 都来这边相送 好像仿佛要把你留下来 要离席一个很好的长官 但是留不住了 东坡很喜欢用这种方式的 让自己留 或者风雨之留 或者要百姓之留 这种离情的 这种意义的一个状态 好 大家江南富老 把你送到芳草青青的渡口 肯切挽留 不忍足别 当然写文章都有这样 其实真实状况就不可知了 对不对 但写出一种离情的意义的状态 好 写完这个就很正常的 把那种 因景言情的事情发挥过后 下面呢 东坡就针对这个 逝世一遇 要移去难度了 他就有点看法了 当然他是用比较幽默风趣的文笔为之 他说公价风趣 零彩物 零叫做超越 那他使王胜之就像仙人一样的 驾着一个马 一个飞车 来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现在他是从南京精灵 回到京城 好像从人间都回到天堂一样的 所以他要乘乱飞去 好像步步高升嘛 这就代表他有非常美好的虔诚 而且那个时候 红卵 参圣清卵玉 所以说他的马车以卵鸟为参圣 那个所谓参 所以古代驾在车前 两侧的马都成为参 因为把他陪衬着旁边的 两侧的马 这里他不许用马了 用卵鸟 一个红鸟 一个红的卵鸟 很轻的卵鸟 并驾来辅助他的马车往前去 那 那个玉就是驾着马车 当然这不是马车 是软鸟车 驾着马车 那个软鸟车就跟他去了 好了 一直往上飞到更高的地方的时候 他就回头看到下面了 驾驾此周明白鹿 白鹿 白鹿就是白鹿洲 在南京西南的长江中 一个白鹿洲 那这句话说了 那个他本来已经准备好了 他驾着软鸟的车往天上飞过去了 甚至要离开金陵 到金陵去的时候 却惊讶 这个里 沙洲居然名为白鹿洲 叫白鹿 他说了飞吾鸟 这个吾是指王义游 王义游 王义游 王义游可能就见到以他的口吻说 嗯 这个不是我的伴侣的 因为我是用软鸟拉拉我的马车 下面指个白鹿洲 是个凡鸟 我知道吗 他不是人间的很普通的鸟 所以他就说了 越偏年越煞 还飞去 他的飘然降临到金陵 却发现白鹿不是我王义游的伴侣 所以我还是飞走好了 这个地方不配我 因为只有个白鹿洲 白鹿就是人间的小鸟而已 不是软鸟 所以马车就急头就飞走了 但都不用这个来写出 比喻了金陵还不是王义游的理想之地 以往他处不足为时 他都南京去应该是恭喜他了 起码就步步高升 就更好的观乐 那这个文章实际上 之前我们没看过 看得读到东坡这样的一种 很幽默的一种文笔 但是不要忘记 他是刚从黄州出来 现在还是戴罪之身 来到南京 游玩一探 尤其见过他弟弟之后 来到南京 其实他心情是好多了 那觉得朋友之间也没有嫌弃 纷纷去接待他 他也很乐意跟他们接近 这个是一首 是蛮有趣的一首词 但是我们从这种 笔风里面看到东坡的一个内心世界 宽敞了很多 下面呢我们就再看另外一首了 看到人间的一个情怀 就在174首的这首《惋西沙》 这些题材都是 所以我就故意筛选出来给他去阅读 了解东坡不同的一个风格 但更重要的是东坡重视人情 我们更看到了东坡跟人的对待关系 而别人怎么看待这个被贬观的苏隆坡 这首《惋西沙》前面有个序文说 在《惋西沙》的12月21日 从四周刘倩署由南山 刘倩署上面的注解说是叫刘诗燕 当时是四周的支州 那南山是在四周南边的一座山 已出产一种名叫都良香的香草文明 所以这个南山指的是都良山 所以它那边盛产一种香料叫都良香 所以他得带他去游玩这个地方 刘倩署跟东坡西上应该看起来不熟的 可知道东坡风尘仆仆这个地方 但这个时候已经是年底了12月24号 东坡还是旅途中 当然东坡也可能赶得明天春 赶快去到他的边所 所以所逗留的时间不多 但刘倩署我觉得他蛮周到的 第一知道东坡爱游山 所以他把他带到去 他难得到的一个都良上去 看看当地的风光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冬天了 隆冬之时 不便出游的 但实际上也很勉强了 但他觉得东坡也应该来看看的 所以他就很诚意带他去 扎山这个地方刚好那天天气是不好的 但是没有办法再选别的时间了 所以东坡也接受了 就跟他在细雨中去出游 实际上雨中爬山并不是好玩的 但东坡也盛情难缺 而这位刘太守他也是蛮周到的 东坡就最后提了这个词来送给他 就是晚西沙 那我们看过东坡好多晚西沙了 东坡一样的 他的前后上下片 有种不同的写酒方法 前面上去一定是 就既然是游山嘛 会把山景一句一句告诉你 但顺着一个时序的变化 有他的眼镜的轨迹了 这个也采取同样的步骤来处理 我们看这个词 他说 你看这个语调非常的淡雅的 不像有些时候他的对句很严正 他这个没有 没有 那上片呢 就是眼前的所见的交野的一个景色 但我们说呢 人如何观看外面的世界 观看的方式 表达的方法 都呈现出某种他的心境 你是要开心的还是悲伤的 你看出来的景色就不一样了 那个深浅大小光影的变化 就会不一样 但这就是看得出了多么的心情是好的 为什么呢 他是逐渐变好 一句一句把它写下去 好了 我们看到东坡 这个时候十二月底 在十二月二十四号 年静之时 没过几天就过年了 一个礼拜后 那这个时候呢 外面就是 正正霞风细雨 细雨霞风 这个不是出游的好天气 可是真的东坡没别的时间了 可能只有这一天 东坡就免威其兰 跟着太守去出游了 那霞风细雨 做小寒 有个说法是 小寒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 冬至后半个月 当然这里面一语相关 可能是小寒这一天 当然这个小寒也可以指的 霞风细来带来微微的寒意 它是一个形容而已 唯必是一个节气的一个说法 当然这个是我们从字面上也可以了解的 那词的好处就是呢 不要距离在里面的一定的典故出处 因为我们讲过词 一般来说 都是为了配合歌来演唱的 他用的词语呢 越简单越好 让人一听就了解 你不需要做深刻的一个认识 那这个是好词的一个条件 多么就是做小寒 就是啊 风起风来了 下起雨来 就是一种微微的寒意 但不至于呢 下雪 因为是冬天嘛 也没有冰 那这样的走出来还可以 好了 第二个景呢 就写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了 但这种呢 天气为寒 却不止于妨碍出游 这个很重要 但是人的勇敢走出去 就没有天地了 果然呢 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看到另外的景呢 淡烟疏流 魅情谈 快乐出游 因此呢 天地好像都配合的 本来是天呢 有种阴阴的 但走了一段之后呢 不走 天气已转晴 河滩那一边呢 稀疏的柳条 融着淡淡的烟癌 看来呢 妩媚有致 媚情谈 使得晴晴 晴知道已经雨收了 已经放晴了 那个河滩呢 就分外的妩媚动人 那个媚 所以使动用法 使得那个河滩更加的漂亮的 媚情谈 但是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实际要去衡量的话 跟春天的河滩的景 当然不能相提辩论的 但是在无中生有 寒冬之时 看到是淡烟疏流 而且阳光斜照出的话 分外有一份动人的姿态的 是淡烟疏流 杜伯也曾经讲过嘛 如果你眼前的景色不好看 最后什么呢 算是有无中 一个烟幕弥漫着那种 分外有一份动人的姿态的 这里是淡烟疏流 好 因为时间晚了一点了 所以有烟幕弥漫着 笼罩的那个细数的柳条 有另外一种姿态 使得这个地方更是动人的 更重要的是因为 看的人看得高兴 而不需要满怀心事来出游的 我根本没有想到别的东西 真的跟着人去 所以就看到这个景了 淡烟疏流 未情谈 好了 想这个时候 再往远处看 远处呢 他说 入怀轻弱 见满满 那慢慢两个字读 第二声 满满 那是为了押运的缘故了 因为啊 晚西沙这个词调 它是押平生运的 你不能读漫漫 漫漫的第四声是这声 人的见满满 满满呢 形容水流很大的样子 我们讲过中国的语音 跟字语有关联的 满 那个字 一个是水流大 一个是流的 流的也慢 我们的慢 这个字就知道了 跟满是同音的 它都是有大 水流很大 流的也很缓慢 不是很湍急的 这叫满满 那我们你看那种很多 双唇碧音的字 基本上都有它的一个基调的 比如说 满满 漫漫 对不对 迷迷 漫漫 萌萌 对不对 差不多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大片 疏散不开的 很浓稠的 或者缓慢的一个样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用字又用对 那这里是形容的 因为 这是为什么 这个水流很平畅 苏达 畅达 因为这个地方 正是凉水相交之处 又写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它说 远处的落溅 落水 这个时候就在远处 在四周流进了淮河 那淮河是大运河 刚好在到四周的地方 还有个落水 在这边落溅 在流进去了 所以河面溅得更加的 更加的广阔 水流更加的平缓 畅顺了 又还轻落溅满满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个景的时候 多么三句写下来 实际上给我们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感官世界的 之前多么也写了很多景 但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景 为什么 它的景 如果你仔细来分析的话 三句写景 它有一种逐渐推展的一种姿态的 第一个是气候由雨到晴 你看已经有个变化了 对不对 之前很少这样写 再来就是画面由暗淡到明亮 背景看着更辽阔 之前看不到也许被夜幕弥漫接触 现在看得比较凉 而且空间由近到远 展现出更辽阔的视野出来 当然心境的位置也开朗了 开阔了 我们说之前曾经解释过什么的框 所以从窄处往宽处去看 从窄处往宽处去写 这首词就刚好配合这个步骤来写作的 最后看到很流阔的天地 之前东坡也写过很多往宽处 比如说在黄州的时候也写了 这个往宽处的 少少沐浴子归一体 而且沐浴长到春天快过去的时候 傍晚到了下面 时间的忧虑来了 摸到人生无在少等等的 门前流水善能词 做饭论辩 但至少不是 完全第三句就开拓出去了 这是在一般来写事情里面很少见的 最多的是三句平衡 但这个步骤是逐渐 好像渐入佳境 整个景色跟着心情做转变 由暗淡到明亮 由窄小的空间 叫辽祸的空间 那人就在其中了 可想而知 当然心情是很舒畅的 当然东坡重点不是要写这个景 重要是人情 人情如果接纳他 天地并不是亏待我们的 人情也一样 刘健苏跟你也不是很熟悉 但是没想到他那么一样的 盛情后义来邀请你出游 所以下面呢 东坡就集中写人间的温暖的情谊了 从这样的美好景色上 当然更重要的是 人情的滋润 这些毕竟是之后写出来的 对不对 人情才是一个关键 最后他集中在写这个 他们一起在这边什么呢 走那边聊天喝茶吃点心的 喝的是什么呢 水墨乳花浮五盏 他们都在野外然后去喝东西 本来是水水便便就好了 没想到呢 这位刘健苏很周到 他把上等的茶叶都搬出来了 然后当然也有随从搬着他了 把这个茶拿过来 做很好的调理 宋代的泡茶的方式 跟我们现在喝茶不同 我们现在喝茶的 把茶叶丢进去 液水滚一滚就喝了 以前不是的 他人家流动 后来传到日本的茶道的泡方 把那个茶饼把它剥一点下来 一细碎 然后在一个圆圆的竹笼里面 把它粘碎 磨的粉之后呢 再注进热汤 然后一般的搅拌 搅拌的时候有泡沫出来的 那是很细致 所以他喝的茶就是这种茶 雪墨乳花 雪墨就形容了 那茶碳上的一个 比如白雪的泡沫 就是一个延磨过之后的一个泡沫 乳花有称为花乳 是一种上好的 上等的好茶的名称 一种乳花茶 或者花乳茶 那这个是 多么真的 几年下来 从北边黄州以后啊 从没喝过这样的茶 北边的生活哪有什么好喝的 但这位先生呢 真不简单 把家里最好的茶都端出来给东坡喝了 你喝起来分外的那个温暖 而动人的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乳花茶 福五盏 五盏都是圣五茶的杯盏了 我们说下午茶 五盏都是下午用的一个杯盏 很讲究啊 晚上跟下午是不一样的 下午茶杯 那个茶盏 然后呢 就用了这个上等的乳花茶来泡出 上面浮了一个呢 白雪一般的泡沫 那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滋味 那 看看 这些人看得出 都不用很细的笔来写出这样的一个 看着这种乳花茶 而另外方面呢 当然不是纯喝茶了 既然是下午茶有点心嘛 对不对 那点心当然不是我们的甜点了 他吃的是很简单的蔬菜 为了健康吃这个比较好 他说 辽荣 辽荣 好笋 是春盘 辽荣啊 荣就是一种比较 嫩芽 细小的就是荣嘛 毛茸茸 都是细小的东西 辽的辽草 辽草 辽草是一种苦味的 但这个时候冬天 就拿了一个辽菜的一个 那个嫩芽 那好笋就是那个 我们现在称为萝却笋 这个萝却笋 那这样的菜当然是烫过 然后就断出来 可能呢 有没有沾酱油 不知道了 就是辽菜的一个嫩叶 还有呢 萝却笋 它什么呢 是春盘 提到春盘这个字的 春盘呢 是以前的宙食的习俗呢 在春天 春春春的时候 或者春节时候呢 所用的蔬菜水果 或者的一些 糕饼的一些 一些装盘 都是逢年过节 或者历春的时候 会家家户户户 自己去做的一些 装成一个整个盘子 然后摆满的那种 蔬菜或者糕饼的 那用来的 就是馈赠亲友 或者取了迎新之意 就是寺春盘 但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啊 是农烈 十二月二十四号 为什么是春盘 因为还没发生嘛 还没立春 春节还没到 所以不需要 但是啊 这里面就看出啊 这一位啊 刘之洲的一种 非常的一个 周到的地方 当然他知道了 东坡啊 人在旅途中啊 大概已经多年来了 没好好过过年了 这种盆菜啊 不是随便的 你就要家里面 要准备好 亏赠亲友 东坡在黄州 那四年多过了 那么贫穷的生活 春天大概都 春节到啊 或者新年了 大概也没什么好的 特别好的食物了 所以为了给 东坡呢 早先一点呢 尝试一个呢 过节的一种 一种风味 所以把它先端出来 所以要试春盘 我相信东坡一咬下去 吃了一种 应该是蛮 蛮感动的 这位朋友多么样的为他 很体贴他 让东坡的领教一下 普通人间的 过年过节的 那种平常滋味的 所以这些东坡写起来的 很简单的 但是呢 一指一指啊 我相信呢 东坡呢 特别的感动 特别的窩心的 他实际上 戴罪之身 没想到呢 这位朋友不嫌弃他了 让他有这样的享受 上等的好茶 菜不是很珍贵的 但是呢 他是一个 节庆的一个代表 但这个时候 东坡在旅途中 人家先准备给你吃了 因为呢 东坡可能明天以后 就有上路 不可能再 在路上 过什么好年了 对不对 那尤其起到最后 这第二句 试春盘 我相信东坡呢 写下去啊 就分外的 有一份啊 一份喜悦 也相对的感动的 所以他最后 结尾说了 这一种啊 这张出油 让他感受的 不只要有美景好看 这景 还差强人意 因为都是 我们看他描写起来 也不是十分 有西湖的美景一般 但艳术有美景 他也只有这句话 可以差强人意的 那你说 东西好喝 好吃吗 也说不上来 但更重要的是 最后这句所说的 人间有味 是清宽 东坡中文体会到 这样的一种了 他认为啊 今天呢 能够跟朋友在一起 除了有美的视觉享受 看看风景 看看茶汤 还有了一种啊 温馨的那个呢 一种食物的 跟朋友闲话 家常之后 他说精神上 得到的一种愉悦啊 远远超过一些物质 所带来的享受的 所以他这句话 就是从这样的一个 生活中 真正体会出来的 人间最有情慧 最深刻的感觉 是什么 是清欢 清欢的词 是一种呢 很清幽 闲适的欢愉 不带任何的厉害 关系的一种感受 纯然是一种精神上面的一种啊 一种很清雅 心灵上的一种很清幽 淡雅的一种欢乐 我们说君子只要淡如水 就是平平淡淡的 这个朋友也不会多说话 多抬举你多聊 就是呢 很简单的几个动作 断出很平实的茶 然后呢 把那个菜断给你 这个就够了 你足以令人啊 就非常的感受 他说人间最有情味 就是这种感受 完全是精神上的一种慰藉 并不带有太多物质啊 或者其他的厉害关系的一种干扰的 人间有慰是清欢 那清欢两个字 在东坡之前也用过了 从此去少清欢嘛 对不对 他以前在送别朋友的词 也用过这句话 但是东坡一直很在乎这个的 我们不是年年年年年在一起的 最后就是一种呢 平平淡淡中 是有一种很俊荣的那种情味 那是所谓的清欢 那自己刚好呢 只不止喝酒喝茶更能配 而且是一种非常淡雅的蔬食 然后呢 眼前的井就是淡淹苏流 完全井跟那种清欢的体会是一致的 如果你前面的井都是隆隆烈烈的 吃的东西也风寒风雨的话 就不至于了 物质跟精神 实际上也可以做和谐的调整嘛 这个词处理得非常好的 那这个词是很难的看到 东坡是处于很平淡 那个对居呢 也不使用非常的 规律的色泽 加以涂血 这个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润美好的一面 当然这个使他支撑他生命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啊 这句话后来人就很喜欢 常常提在他们的书房 人间有味是清欢 好 这个是在旅途中的一个作品 那下面呢 我们呢 带大家去看另外一首 就181页的满庭坊 我们先看一个背景 这个满庭坊是针对前面那时候满庭坊来做呼应的 东坡前面呢 那时候满庭坊是离开黄州 到儒州之前呢 他留别了黄州的二三君子写的作品 那时候已经有个方向了 就说离开黄州到儒州去 但这个时候呢 东坡开始了要做重新的规划了 他不想到儒州了 但也许也真的也害怕吧 那靠近京城去了荷兰这个地方 一直交通便利了 对小孩子的未来的教育成长也好多了 可是毕竟啊 就是靠近京城 人杂是非多 他也怕 所以东坡就打算了就另寻他处 那所以他就在写一首满庭坊 也呢 好像为自己规划一个未来 他用满庭坊的词牌很有意思 这个庭坊呢不是外面的情形 是他自己建构的家园 他很想在那边定居 所以呢 希望能够有这样美好的规划之后呢 满庭芬芳 勞过一个美好的一个将来的 所以用这个词牌 他好几首满庭坊都有这个用意的 那这首也不例外了 他说于折居黄州五年 那之前呢他在黄州被待了四年有两个月 其中有炸两个孕月 那张富凌辱啊 他说我将要到乳州的时候呢 坐了满庭坊一篇别黄人 就别黄州人了 我自己之前那一首 那都是一样的几篇的归去来袭 但前面那一篇呢很无赖 已经决定好了 无法回家了 所以呢 就选择未来的乳州 作为他以后定居的地方吧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说 即使南都 那南都就是来到南京 就刚才了 他来就经过南京 他跟那个王毅游差不多了 从京陵到南都去 他也到了那个商丘南都的地方 蒙恩放归杨倩 杨县 杨县呢就在长州 是长州附近的一个县 实际上他早前呢 早年呢 东坡在长州已经买了一些地方的 他也作为以后小孩子在那边成长居住的地方 所以他就得到皇上的恩典了 让他可以啊 我们讲过吗 要先是量于 下一步就认辩居住 现在可能可以让他认辩居住 可以假释了 不需要一定到那个宇宙去 就让他去放归在阳县的地方 他就再做这样的一首词 那背景是这样的 东坡来到京陵到南都的时候呢 他跟他的朋友啊 宇王文甫的书信呢 曾经讲过啊 他啊 开始也不 他觉得那个时候就不得不去汝州 但经过妇孺的途中呢 他的决心开始就动摇了 所以啊 他就以啊 有柏田在长州移兴 移兴就是我们后面的所指的阳县 他说他他就跟皇上那种上书 就啊 说有写了一篇的起啊 长州居住表 他就祈求皇上给他在长州居住的一个表 所以呢 你呢 自己啊 就在有在宜兴 这些阳兴的地方呢 有柏田啊 若干 西方呢 就要求在长州居住 这是他正式提出来的 东坡不许等等到上面的那个派里去 他自己主动就要求 刚好那个时候还是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对于东坡还是有认识的 也曾经啊 也很欣赏他 所以啊 神宗呢就对啊 苏东坡这边表了 处理的非常的及时 怎么及时啊 说 招入戏报客 东坡这样形容了 早上送上去 傍晚已经呢 有回复了 一个字 渴 你看公安批的多快多赏罪 都没有觉得很感激 神宗皇帝没想到那么快 让他就可以了 本来神宗皇帝就不想去 治东坡以重罪的 都是为了那些阎官 他不得不听名于他 那些阎官的一些处置 可是那个时候呢 既然东坡提出来了 他的报客奉召就可以了 那个 当然 那东坡得到这个报客的造纸 下达时呢 他已经到了南都 就是河南那个山丘的地方了 于是呢 他就不往汝州去了 就赶快呢 就把那个船呢 就掉走 掉头 就往长州去 所以就这个时候就写了这句子 他应该是去了南都山丘以后呢 就要继续往西走的 但现在呢 就也不会去了 就往东南去了 就转身 就坐船了 赶快奔赴 疑心 当然就很高兴了 终于呢 他免得这些 那么重的罪责了 还可以 有自己选择地方居住的机会 所以这个词就东坡了 就告诉我们他的心 当然就蛮 蛮辛酸的 经过一番的波折 然后最后才得到这样的结果 但是你觉得 这样你会放归是好事吗 意思就是 你重结就是 恢复老百姓平民的身份 一切都枉然了 以前读书考试所得什么 然后你带着疲惫的身去 身无分文 然后呢 贫穷一身 然后来到这个新的住家 实际上叫从头做起 就这个词写起来 一方面很高兴 皇帝给你这个恩情 但一方面呢 也是蛮感伤的 那等一下我们在休息过去看看这种满庭方 虚文很清楚的写着他 蒙神帝 神中皇帝的恩赐啊 让他可以走到 像是昌州 昌州 昌州 阳县的地方去居住 事实际上呢 这首词写了不久之后 神中皇帝去世了 就因为神中皇帝去世了 事局就变了 因为小皇帝职位 神中皇帝太年幼了 太皇太后辅政 太皇太后辅政 就废除心法 重新重用救党的人 东坡也没办法去疑心 那是后话 那 那是很无赖的 当然 我们想起刚才那首啊 王胜之啊 抑郁世世啊 就立刻被掉到蓝都一样 东坡没想到他自己也差不多这样 高兴了没几天 神中皇帝去世了 整个政局一变化之后 东坡也不得不回到朝廷去 那这个是后话了 我们先回到这个子 我们先看内容 他说 归去来戏 清晰无底 尚有千刃绰额 画楼东盼 天远夕阳多 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 谈夹碑格 船头转 长风万里 归马铸平坡 吾河 何处有 银黄尽处 天旅停缩 问何事人间 酒戏风坡 故为同来至子 应念如 腰下长颗 青山破 群仙笑我 千里挂眼所 但这首完全根据前面那首 同样的运来写作的 因为刚才那首已经作废了 因为他没有到乳洲去 所以这里要重新改个新的版本 告诉大家 他最后的去处 他是有必要这样的一个呼应的 因为前面那首已经想好了要到乳洲 没想到中途变卦 那最后来到乙兴 所以他签呢 就重新更改他的一个未来的规划 填了同样的满庭方 那信中当然希望能够来的地方会好多了 但呢 带了很多的愧疚 而且对未来还是有一点忐忑的 所以呢 这首词呢 我们看得出他 因为他的一个情谊 不想刚才那首充满了好像美好的未来等等 这首呢 起码多了一些感伤 同样的开篇了 前面呢 先写他的书法 他被放归阳县的喜悦 还对神中皇帝的感激之情 那件事说归去来袭 我现在回去哪里了 对不对 前面呢还有个归书 就万里加在民国 这已经不想这个了 就想到未来 因为这已经有一个目的地了 在哪里呢 就在清溪无底 那这里面我们必须了解阳县的这个地方啊 就当时的元凤啊 元凤年间的九玉 这是宋代先收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书籍 就介绍了疑心那个地方啊 大概我把白话翻译出来的 这里面有君山 有运河经过 也有太湖 而且有个阳县溪 所以东北的词谈的就是呢 有山有水 主要就是那个君山跟阳县溪 所以它的清溪无底就是有阳县溪那边的 无底的阳县溪 东北喜欢的那种环境 因为它的家乡 就是有明江有峨眉山嘛 他就选了 长州的地方不是没理由的 一个 他离开杭州有点距离 杭州居大不易 都没办法住那边 而且那个人呢 太多来往了 他也不喜欢 长州起码有个距离呢 地方山水也不错 物价比较便宜一点 很适合他们家居住 所以他就选择了长州 好 那刚才说了 这个阳县溪的第一个 现在的阳县 山水之美了 因为有无底的清溪 还有呢 山刃呢 千刃 丑 丑 丑就形容了 山之高峻嘛 八尺为 那个 那个十尺或者八尺为一刃 代表这个山很高了 对不对 有千刃的 就是一心的君山 你看有俊叉的君山 也有了无底的一个阳县溪 那他也不多 当然这个是他曾经去过的 他了解这个地方 现在我就回了 就回到这个家 他有田地在那一边 那就想象未来呢 画楼东盘的天圆细阳多 就是啊 他居住在阳县溪的那种 平常生活的 居住的美好的 一个就是 画楼东盘 以后呢 建个楼台 在东边呢 刚刚迎接阳光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天圆 细阳多 天很辽阔 太阳呢 就直接从东边照着来 阳光普照 以后的环境就 比较光亮 温暖的 当然这个天圆 西阳多啊 何尝不是一个 雨带下双关之雨呢 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说天啊 在中国诗文来说 常常是比喻天子的 天圆西阳 中文皇帝离我很远了 但是他对我的恩宠啊 其实是无怨夫戒的 西阳多 还是给我了一种温馨 奉献给我很多的阳光 给我很多的温暖 这里面一方面写在 他以后的环境里面 天很辽阔了 阳光受光的一个范围很广 受到的阳光照射很多 但一方面也觉得是 蒙的是皇帝的恩情的 天圆 虽然皇帝不在我身边了 但是他的恩情都会啊 亲领我接触的 代表他了 虽然住得很远 但得到他很多温暖的那种啊 一种恩惠 既然我受到他的一个恩典了 那我如果回报 现在已经无关可做了 已经变成平民老百姓了 又如何能够报这个军恩呢 所以他们看到东坡那种啊 很温厚的地方 他说老去军恩未报 我现在老了 但是对皇帝来说 只能抱歉 没办法再回报给你的 那还是如果再朝为官的话 我还可以尽全马之力啊 为他效劳 但现在没办法了 所以现在只能空回首 突然回首啊 想想以前皇帝对我多好 但想到自己以前什么 谈甲背歌 甲是剑 他这里用到了实际啊 孟长军列传的故事啊 冯萱的故事 他们读解有些有些不说了 冯萱呢曾投奔了浩克的一个 铸枪的孟长军 就被安住在一个客室 但十天之后呢 孟长军呢 就 就询问了冯萱在干什么啊 那管理客室的人呢 就回答说了 这个冯先生呢很贫穷 他还有一把剑 那他老实的拿着剑里面的唱歌 那一分就说了 藏家归来是食无鱼 或者他食用什么之类的 觉得他自己好穷 没有鱼吃没有去 是希望就是呢 孟长军赶快要用他 让他人够了过个温饱嘛 对不对 他是这样的 就谈 这一般的就谈箭来唱歌 想到自己的贫穷的一个事情 那冯萱只是为了 圣贫 食无鱼呢 而藏家背歌 当然东坡也想到自己的以前 我也呢 当然我不是藏家 我是写文章 然后求一个官位的 对不对 如同孟长军呢 求一个人主重用我一样 但现在竟然空回首了 那最后是孟长军呢 很得到冯萱的上注 让他可以开创他的一个事业的 那这里呢 季三的意思说了 当年我苦求尽用 如同冯萱一样的 我的谈家背歌 因为很穷 一方面希望皇帝 给我一个位置来坐 我也呢 希望能够效命啊 余礼 但呢今天呢 进入不堪回首 再无法报军恩了 他以至于先倒撞了解 会比较容易的 我当年也是苦苦求尽用 有种啊 我很穷 一直在走 他都没有啊 食无余啊 怎么之类的 结果你给我考试及格了 我也有观作了 但是现在已经突然回首 当年的承诺 现在无法违报了 这次中国就很回应了 对皇帝的一个恩典 现在好了 我既然得到军恩了 细胞壳 我接到这个照命 我就走吧 船头转 他就从南都呢 就不往了那个宇宙去了 就一个转变方向 就顺着这个江河啊 往南去了 那长风万里 桂马铸平坡 这三句呢 是写的 他反舟啊 杨县 说自己啊 一定得到这个照指之后呢 立则转 调转他的船头 乘风破烂 犹如啊 桂马铸坡啊 快不可止的样子 桂马铸平坡 那个铸啊 实际上就如同啊 我们是一个柱 江水注下来的柱 是当时啊 在宋代台说呢 是一个军事的一个用语啊 叫做柱坡 怎么说呢 你有两军对阵了 你有把军人呢 就安排在山上 你不要采取下手手势 最后呢 先守住山头 为什么 这三坡的力量啊 你冲下来的时候呢 加速 这马车啊 这人冲下来的话 那力度是势不可挡的 所以叫柱坡 代表你要 要圆着尺马 圆山坡 直奔而下的话 那个气势就够了 对不对 叫柱坡 这是啊 宋代他们在军方用语里面 常用的一个词语了 他说龟马柱坡 好像我们把那个马 富贵的马呢 就放在山坡了 从山坡直冲而下 代表自己啊 快不可挡啊 那种姿态的 他用的是这个用语的 龟马柱坡坡 好 他又回家去了 那上篇呢 当然只写出他的一个 兴奋不住的一个情怀 当时呢 还隐藏了君恩未报的 那种啊 一种遗憾的 那上篇呢 他调子的更低了 好了 现在让我自由 或者反而得到一种不自在 我现在回去哪里 阳线 真的是那么美好吗 对不对 会不会也有一些 一些不足的地方呢 下面呢他说的 吴河啊 吴河啊 吴河处有 银黄尽处 天旅停缩 他就不直接写了 他有个比喻的方式 好像我重回天堂一样 我九夕人间 重生 重生获得自由了 我应该回到天堂去 但是呢 你适应回到天堂的生活吗 你已经做事做惯忙碌了 那当你有一天没事做的时候 反而闲得无聊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吴河处这样的一个 构思他的未来的 好了 这里呢 上面呢 就借这个天旅 天旅主要是 可能是织旅吧 对不对 天上的仙旅 因为他是有根织的 所以应该是织旅的一个身份了 用他的轻松对话 来带出东坡的那种 几年来 那么多年来 五十年生活的那种 穷求老倒的过去 这种对话方式 来清得出他现在的一个处境的 好 吴河 就指了 吴河有之乡 是我们神话故事里面的 比如我们的乌托邦世界一样 一个吴河有之乡 那是庄子逍遥有中 幻想的一个理想世界 就吴河那个地方 吴有那个吴河的地方 在哪里呢 何处有 何处有 意思就是无处有的意思 真的有吗 谁能告诉我 这个完全的极乐的理想世界 在哪里呢 他用无处有 简单单 他用反话来陈述 表达得很强烈的 哪里真的有这个地方 真的没有吗 后面有师父也有了 因为他幻想的 人间找不到这个理想天地 所以他的幻想 遨有天空 然后呢 就在哪里 银黄尽处 银黄的银河 银河的尽头了 真的到了 人间找不到 吴河有之乡 也许在天堂有吧 他就自己的神游一番 就到天上去了 就到了银河的尽头了 就看到了 再碰到天上的之旅了 那碰到他的时候呢 他的平塔 他的一个梭子 支布机 然后呢 问我跟我对话的 所以下面就是 之旅啊 跟他的对话的方式 问他什么呢 问何事人间 有一个呢 好像一个更高的天人 问他 反映出他五十年来的 人间的生活的种种的 先问他的 你所为何来 问何事人间 你人是所为何来 是为了什么事呢 而走戏风波 但是风波知道了 东坡是中国的一生 都不宁静的 都在风波中 不然他不会那么多手 钉风波嘛 对不对 他谁钉嘛 有意思的 我在风波 但是东坡呢 用戏的态度里面面对人生的风波 可见呢 东坡是不畏风险的 他反而当游戏一样 这回头起来也没什么艰难 人生的风波 虽然显过 我也是啊 很黯然地度过了 用游戏人间的态度来面对 但是呢 说起来也蛮久了 五十年 现在在今年 才晓得要退归 对不对 走戏风波 讲起来是蛮辛酸的 这一半当然是 是天女的问话了 但抒发的 却是动破真正的自己的心情 他是这些问话方式说出来而已 他 当然言诈之意就是 有什么必要 要走戏风波呢 他自己不晓得所谓何来 难道我是放在天头堕落房间 有经历这一切吗 还是我贪恋这个东西 爱冒险呢 当然都不是 但有一种身不由己的 人爱叹的 当然这些都是空回首得出的人生的结论 我就是人生就是 太在人间里面了 经历这种风波也相当久了 细说起来是细语了 但是当时也并不会把它当一个 游戏 实际上是很认真 但是想起来 也想起来自己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在风波之中 我还是过得是蛮自在的 好 这样谈到一句话了 当然 智女就 下面就望着苏隆坡了 就跟他说了 故为同来是智子 因那难如腰下长颗 那下面呢 这个智女呢 除了问话 要东坡去反省一下的 你所为何来 为什么在人间待那么久 你贪恋些什么 你得到什么呢 如果你一直就在天上了 不离开人 不到人间去 不经历人间种种 会不会好多呢 当然这个是东坡自己思考的 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话 究竟你身边得到些什么 在得失之间 你究竟取得些什么 有什么样的值得你高兴的 再来提醒他另外一点的 好 你的人间那么久了 今天九夕风波嘛 他就回头呢 就啊 回头要我看看了 我在身边的一个童子 因就是揣测之子 你看大概差不多了 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身边的童子啊 因那如柯 那个柯就是 那叫腐病 那个砍柴的一个腐病 那这里面有这个神话故事了 在数亿记里面记录呢 近代有个人啊 叫王植 植就是植问的 植料植 植地的植 王植呢 伐木入山 看到呢 在山上面呢 有数人在下棋啊 王植呢 就旁观人家下棋 那下棋的人呢 将一个好像一个沼子的一个河啊 小河呢 就塞到他的嘴巴去 他的含着这个 所以呢 他会不会觉得很饥饿 过了一会儿呢 那下棋的人问王植呢 哎 你为什么不离开 王植一起身呢 就看到了他身边的斧头啊 已经烂掉了 回到家中啊 同时的人早已去世 所以看得出呢 人间啊 在天上啊 洞中方弃欲啊 世上已千年 这个神仙呢 就告诉他了 你们啊 离开天庭不久啊 但在人间却很久了 你们腰下的腹病 也许都烂掉了 当然这里面呢 不仅呢 写出天女的问话 而且呢 还写出了天女的问话时的动作 一个是他停缩 然后呢 顾位等等的 回头看看 就跟他说 对不对 意思就说了 你在走势风波 现在人间 我们天上是没什么变化的 你在人间五十年嘛 这三天上 可能呢 没有几秒钟几分钟而已 你在那边 如果你在 你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多好 就不会有 有时间的一个消失变化 使得你啊 身份人士啊 都有这样的一种衰落变化的一种感伤 对不对 但东坡就想 就希望能够追寻到这样的一种生命境界 然后呢 不被时间啊 这种煎熬 然后产生那么多样的一个变化的一种 带来的感伤 为什么自己 让自己呢 就要经历这一切呢 好了 现在果然能够回到天堂了 回到自己的自由的身呢 过得如先人一般的生活 但是什么身份呢 那五十年代 真的那五十年代很不值得 他说啊 青山破 裙先下我千里挂烟锁 现在我回到天上去了 可是呢 现在换来的什么 我不是穿得很漂亮的衣服啊 是青山破 以前呢 杜甫啊 对儒詐用诗啊 有点灰心的时候 曾经说过嘛 儒冠多物身 戴着儒詐的帽子 应该多物人一身 一个大帽子把你套进去 人生只能追求功名的 不少的游会去挣脱 现在东坡呢 恢复了一个青山 青山呢 在以前来讲啊 都是表明啊 都是一般读书人所穿的衣服 已经无关做了 回到穿着你的青山 但那个青山的嘛 已经穿得破破烂烂 那个读书人的身份 陪你那么久了 已经穿得潘破烂烂的 衣不必生 这个情形 青山破 所以难怪了 群仙笑我 你回到这个地方去了 那些仙人也笑你了 你在那边找些 因为以为你经历什么 得到什么好处 然后回到来跟我们报告了 结果呢 真的如冠多物身一样 让你穿着一个 读书的衣服啊 都是破破烂烂的 什么破烂烂 千里挂烟锁 他不是很普通 好像一个 渔夫穿的缩衣一样的 照理的青山 应该是一块布的 但穿的太烂了 好像一个缩一样的 一条一条都松开了 好像一个 我们说 衣服有一种好像 私中支撑的 掉掉挂挂的 不那么完整的一个衣服 而且呢 充满了一种 烟波弥漫的一个状态 千里 因为酒席风波 好像是水中烙起来的感觉 千里挂烟锁 你看我现在呢 穿着一个衣服 这个衣服 我的生命的认定 我当时是穿着一个衣服 进入仕途 来读书 陪伴我一生的 你看看 穿着他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衣服都破破烂烂 难怪回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神仙的世界里面 他们会吃下我了 以后我如何去重新的 恢复一个最自然的状态 卸下这样的青山 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东坡写一个慢听方 当然这里面有一方面一样 他可以释放 一方面有一种心中的 还是有一种引诱的 当然这首词里面 有一种反省 真的得到快乐自由 你反而有些不自在了 以后人生不知道如何是好 但我们说了 这个词写完不久了 东坡也没办法到宜兴去了 他立刻又要转头了 快马加鞭回到朝廷去 因为太后 当时是要相诛小皇帝职位 他必须要请出司马光等人来主政 就党的人附位了 所以东坡要回到朝廷去 当然东坡也不是没有心 起码他真的没有实践过他的理想 刚他葬了他的爸爸太太以后 出来朝廷 没想到王恩池执政 他从来没有实践过他的理想 这个部分 现在有机会来了 他也一不容止 既然要不报君恩 神宗皇帝已经不在了 所以必须要 对他的儿子要有所回报 所以东坡就千难万难 还是要回到京城去 这些看得出东坡也有某种厚道 他并不是一点贪恋公民 当然如在用事的心 我们说了 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断灭掉的 但回到朝廷去 当然就是很多分杂的事情 那这个先不说 我们先看到朝廷的时候 跟那些好朋友先相遇 他提了一句词 我们先从这个词开始好了 在191首的定峰坡 从黄州时候的定峰坡 到这个时候的定峰坡 东坡是完全不同的体会的 当时是47岁 写也无风雨也无情 现在就50岁 三年之后重回京城 好 那个新的生命重新开始 我们说东坡的生涯 是一个很奇怪的轮转的 他是从家里出发 然后附近考试 好了 他的功名成就从汴京开始 然后之后 因为跟王安石不合 就调到去杭州当年通畔 他的人生也是要先从杭州 那个汴京开始 现在的第二回合了 50岁以后 东坡的生命 现在重新出发 经过黄州的历练之后 回到京城去 现在老天爷考验里面这些人了 当时你认为 跟王安石不合 你有理由说 因为政治的一个意见上左 因此无法实践 好 现在给你旧党人执政 理由如何 那么这些人 就一批人就回去 问题是旧党的人 当时因为共同的敌人 打算连成一体 现在当他们执政的时候 当然就不会那么平和 但是有所谓洛派 缩派 还有蜀派 东坡是蜀派的代表 但蜀派相对势力比较弱的 从北宋开始主要执政的都是江西江南的人 还有洛阳河南这一代 还有就是陕西 司马光他们这些人 所以要跟他们去合作 他们根本不是三个阵营的一个 就是平衡的 东坡变得是比较小的部分 当然他们不会听取东坡的意见的 但是以司马光为首 司马光呢 绰号叫司马牛 他是牛一样的转不过来 而且他对王安石很痛恨 新法通通都要废除 但东坡认为是要对事不对人 新法也有他的良法的 应该予以保留他的距离力争 但是都无法跟他们去论别 尤其东坡也不是执政者 他是回去担任汉林大学士 隆途阁的汉林大学士 隆途阁的汉林大学士 就是皇帝身面的秘书处的一个负责人 有点像我们的总统府秘书长一样 他无法去推行政务的 他是皇帝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参谋 放在草仪教书而已 他无法去染指政治的部分 所以东坡中央很多的意见也无可奈何 那靖友之不说了 他现在回到朝廷去 先碰到他的一个习语的好朋友 王拱 王定国 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的 定峰坡 那前面的续文很清楚说了 当然有些审论 东坡不愿意多多提 他说王定国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拱 但东坡是很好的朋友 那 他说王定国的歌儿 游奴姓宇文氏 眉目捐利 尚应对 家住今诗 定国难千规 于问柔 广南风土 因事不好 游对月 此心安处便是无相 因为罪此云 那词是这样的 根据定峰坡的词牌来填写的 当然跟之前的东坡自己的定峰坡不一样 他是要赞美这个游罗写的 当然也是东坡同这个女孩子 体会到一种真正的生命定律 所以用这个词牌给他 长线人见卓玉郎 天音起雨点苏凉 自作清歌传号词 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玉绍 微笑笑时游带领梅香 世文领南应不好 却到此心安处是无相 其实在东坡来说是非常 我们今天读起来是相关重要的词 他是从一个女孩子身上受到启发 体会到最后的结论的 此心安处是无相 那东坡他是被贬官到黄州去 而王定国跟东坡学维文 他也说是东坡的小学生 跟他学过如何做文章 但是因为收受了东坡的诗 而收到千年 他不晓得为什么那么痛恨王定国 也许他长得太漂亮了 他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 王定国 他就被贬到滨州去 滨州就是广西的滨阳 天啊 东坡被贬到去湖北 湖北还在长江流域 王定国去贬州去广西 到更偏南的地方 真的是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安排的 所以当时啊 那个滨州属于广南西路 在岭南地区 竟然当然是很荒凉的地方 生活很艰困 那王定国要赴岭南了 歌旅啊 游如呢 执意要跟他同行 他愿意去陪伴他 他很爱这个主人 愿意陪他 他是他的歌旅 五年后呢 王定国北归 游如也回来了 那这里说到呢 游如是什么身份呢 他姓宇文氏 但是我们从他的姓氏也许推测 他可能不纯然是汉人 对不对 我们从啊 南北说宇文太啊 他们应该是鲜卑族的这些人 那也许不是纯然的一个汉族人 眉目尊立 他长得非常的清秀 而善应对 更重要的是他口才好 很容易要跟人对话 东北很喜欢他 那现在呢 他一直家族京师的 但现在因为跟着游如 跟着王定国就去了 那中间很多事情不说了 回到来的时候呢 当然这里要意在言外 多么不愿意在他的词的 原文里面或者序文 多是正字 你看呢 他尽量呢 小唐很好 前面谈到皇帝给他了 放贵就好了一句话 他不要多说 因为这不是词所负担得起的 所以这里面呢 点点点就不说了 反正他就回来了 已经经过将近五年 他们回到京师 所以当时呢 在沿袭上呢 王拱就请出游如来 东坡呢 为东坡劝走 游如本来就很聪慧了 然后东坡就问游如了 广南封土 泛指的是广西这一带的 广东广南这一带的 他说 封土硬是不好吗 游如即刻回死了他的 此心安处便是无相 但是东坡听到这句话 深受感动啊 就特意啊 为他写的这句词 而磁牌 就用了定风破 但东坡 相对于之前呢 东坡写也无风雨无情 东坡也许啊 从游如深深看出啊 真正能够让你封定颇指啊 寻找生命的安顿啊 就是真的很单纯的 有些人天生有这种能力 立刻能够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东坡千辛万苦啊 慢慢才能体会 还未必能得达到 这次这句歌颂呢 尤如也是东坡所向往的 一个心灵的意境 那我们看看这句词 他如何输到这个女生 那今天写啊 他说 人家人见浊玉郎啊 天音起雨殿素娘 这两句先赞美他们呢 王定国跟尤如两个人了 对不对 他们两个是很好的 那我刚才说了 因为王定国是个美男子 所以东坡就在形容他了 他好像呢 天上在人间丢的美玉一样 老天好像呢 在一个美玉丢作出来的 一个一个家美的人士 所以我们一直都很羡慕他了 为什么人家有这样的一个美男子 那他也罢了 偏偏的上的一张 给他身边多了一个女孩子 那这样的话 当然我们更是羡慕不已了 对不对 常见人见浊玉郎 那在南宋复干的著文里面 浊玉郎就是说 爷呢 那个王龚啊 王定国呢 美之荣如玉 他好像一个玉一样的 当然 他好像呢 他的行为是天啊 天地把他丢走出来的一个美男子 那这个不许是有东坡说的 东坡在王定国的书里面呢 曾经谈过了 他说啊 当时司马光啊 曾经也说过 他说王定国啊 在战烟库里啊 五年面如红玉 你说他纵然被贬到的广西啊 但是他都没有变老的 反正面的更红润 更有笑容 更年轻 因人的羡慕不已啊 当然这个是大家的 看的王定国都是啊 很感叹的地方 相对而言呢 东坡啊 已经因为多情 应下我脚身画法 满目啊 都是很 很凄惨的样子 所以相对于王定国 当然是自他很俘虏的 那因为这样呢 天应祈雨典苏良 这样人间有个多 不能让他太孤单 老天呢 祈雨 这个祈雨有给予的意思 老天呢 你要有应呢 给予 这个出去的广亚的一个戒指 祈雨也 有些版本呢 叫天交吩咐 吩咐就是也是交付的意思 一个版本就是天交吩咐 天就是要让他交付给他一个 当然你可以要呼应了 那这里呢 祈雨就是给予他一个典苏良 那典苏良也是在 王在副干著文里面 也有著名的 他是指游奴 他也说了 典苏良呢 延祈也起的游奴了 他的肌腹啊 如凌书之华逆也 其中他的肌腹啊 好像吹痰欲破 这个苏油一样的 白白净净的 很有弹性 很油滑的样子 就是典苏良 由典苏去肌腹的一个女孩子 对不对 就是典苏良 你看宋代的一个画本小说 行为女孩子的肌腹白净 有弹性 都会用苏啊 这个字来形容的 典苏良 好 这个形容 这个两句呢 就极力形容了他们 他们也借王定国来衬托出那个游奴的佳美之处 如果不是这样 怎会两个合在一起 对不对 当然下面呢 这个貌美如玉的俊瘦的男生 已经令人羡慕了 还加上呢 他身边有个肌腹皆白 滑润如酥的家人相伴 那当然就令人更加的羡慕不已了 上面呢 就点出游如的歌女的身份来的 你看他说 他制作清歌传好词 明眸好词 比牙齿白白的 就从里面唱起歌来 特别的动听 那结果呢 在清亮的歌声 就游如了洁白的牙齿间传出来了 风起 就会翻起风来 听起来很舒服 因为听得很舒服了 就使得 那个呢 水飞沿海变清凉 就冷时啊 酷夜难耐的一个地方 主要是凛蓝呢 有瑞雪飘飞之感 变得清爽凉快的 动物当然其实很幽默了 颜色就是 你就舒服了 带一个自动冷气去在身边 随着唱起歌 有冷气翻风给你 感受 我在黄州冷月都不得了 难怪我会老得那么快 但这里你看得出 他跟真的 不是很熟的 你不会这样写的 因为他可以跟他们调侃他 来说说笑话 对不对 水飞沿海变清凉 难怪你们在很煎熬的地方 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表现 但我刚才说了 这句话 这颇有调侃亡侃 甚至一个歌履犹如的意味 当然也突出了 犹如能够毅然同行 甘于接受苦难 宜然自得的精神 他还可以在那边 轻轻松松去唱歌 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 为什么 尤如本来就不干他的事 他不去也没有人去强迫他 现在是他自动愿意去陪他的主人去的 他是求仁得仁 他没有什么牵挂 也可以说 他因为爱他的主人 纵然是上地狱到哪里去 他都是甘之如意的 人要不能够做到这样 接受你的命运 那你就不会觉得是被约束的 反而使得心灵的自由 都谈得就是这个东西了 好了 这个上篇着重了一个比较欢乐的场面的刻画 也形容出尤如的那种外在 那下面呢 就彰显尤如值得赞赏的精神内运了 那东宝一直很在意莲华衰老 所以当他看到了王拱跟尤如回来的话 不免就很大的一个感叹了 他说他万里归来年玉少 那么一直在我们说 从他四十七岁也连流 就一直做一个助长 多请应上我早生化宝 我就是老了怎么办 但这个呢 结果五年不见了 他们两个人呢 万里归来年玉少 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也许他们真的是不显老 但更重要的是呢 是泪在出来的 为什么 就要写出他 他能够有笑容 要微笑 如果年玉少还坐着眉头的话 就不显得了 这些刚好呢 赞美他呢 他还是呢 有一种展现出一种笑意来 可以感觉到呢 他源自一种生命的某种定力 透露在外面的 才呈现出笑容出来 他不止做假的 他真正的能够笑脸迎人 到哪里都一样 那这可不简单 东宝想自己被贬观以来 是常常很愁苦的 但这个尤如呢 陪着他的主人 可以啊 笑得那么一样的灿燃 好 而且这个笑呢 不是天生的 好像海豚的一个笑脸一样 为什么 他是精神淬炼出来的 怎么说呢 他笑时尤带领梅香 他进一步形容他的笑容 只经过生命淬炼出来 依然不改其本色的那种笑容 等说呢 他不显老 要依然保留着南方梅花的那种 奥霜 奥霜 高洁的品格的那一种 一种特色 当然这个时都犹如了高度的评价 由衷的佩服他陪伴主人的那一种热车的精神 还有从容的态度 以前呢 南生施达夫比较用梅花上显自己的个性 对不对 那种历经 历经 那种寒冷 而不 颓然的一种生命姿态 但是呢 现在的时呢 拿来去形容油炉的生命之质 少许尤带领梅香 尤其领南的梅 开花特别早 而且呢 不像北方的梅 梅花的时候呢 可能呢 三分之一的春天就凋谢了 南方的梅开得早 而且花级又长 你看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梅的品种 这时东坡是很由衷的去佩服他了 用了梅花来赞美他的这种特质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东坡有感呢 就问他了 故意问他了 试问李南阴不好 我就尝试问他了 李南那个地方大概不是很好过的吧 没想到柔炉很轻松回答一句 此心安处是无相 这个心安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的家 东坡一直找啊 归去来戏 归去来戏 选来选去 没有个真的能够安然的 安住的地方 往往呢都是事与愿违 走了一辈子 但是没想到 尤如就是很简单的句话 点醒东坡了 不在外在的家乡在哪里 关键就是你的心安于何处 对尤如来说 他安于在一份爱情吧 他喜欢他的主人陪伴他 只有在身边他就觉得快乐 所以主人在哪里 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家 他不假外求 完全是内在的 证明他的意义的 此心安处是无相 但这句话对东坡是很受用的 为什么我走了 找了一辈子 写了多少首满庭方 归去来袭这样的欺骗 但是都没办法像这个小女生 很简单的一种信念 那对尤如来说 他是单纯陪着主人往南迁 心无挂虑 行事坦然 所以哪里都如家一般的温馨 一样的自在 此心安处 因此 所以不管在哪里 你就问你自己 所以在东坡才了解到 什么叫定风坡 不是用力去追求 去跟风坡去对撞 然后平复下来的 定风坡实际上是很简单 你无需在情理之上去苦劳思索 只有一瓶一种热忱 一种信念 忠于自己而无愧于人 勇往直前自乐其中的 走可以走出一种坦然无碍的大道的 就是能够定风坡 定不断地去 自己去平衡 经过左思右想 请你去招便里面得来的 你心安就理得 安于哪里就哪里的 但是这句话可以给大家去思考 对不对 为什么你读得那么不快乐 家在何处 你心安不安 如果你心安的话 哪里都一样 对不对 不需要外求 也不需要跟人比较 尤如就这样很简单地做得到 当然这个是东坡我觉得 从前面走到定风坡 东坡已经走另外的境界 它突然豁然开蓝了 以前也无风雨也无尽 的确也有一种体悟了 但是真的也不容易做得到 但是回到生命的原点 你究竟爱什么 安于何处 问清楚了 勇敢去接受它 它就自在了 这是东坡的一种体会 那东坡以一种很赞叹的心情 它有幽默轻松的笔调 描述它所认识的犹如 而赞美它是一个既美丽 要有坚韧性情 拥抱天真的精神的一个女性 当然这里面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尤如真的那么简单 他们回来连玉少 表面那么美好吗 他们贬折郎荒 生活的艰困 不是常人体会的 你想想看 它居住的环境 比东坡的环境更恶劣 他们怎么过来的 所以这个笑那种精神不简单的 而东坡 事实上对这位 尤其对王定国 是很有愧疚的 他没有犯什么罪 自己跟东坡 收了他东坡的尸 然后被人夹查出来 就获得重罪了 他很冤枉 因为认识东坡而受罪 东坡攻到固人的时候 真的 如果看到他们愁眉苦脸的话 当然还知道真的是厌我受苦 反而看到他们笑的话 更令他难过 为什么自己会这样 让人家会受这个苦难 如果我们看 东坡后来 为王定国的诗集写虚的时候 这段话 你就知道真的不容易 东坡的文集里面 虚会用这一个 东坡文集里面 不会出现这个字的 因为他的祖父叫苏虚 为了避讳 所以他不会用这个字 用这个字来代替 所以不能把它写错 它是一个虚 在这个王定国的诗集写里面 他很简单说这种话 记录了这位王定国 更犹如在南方悲惨的生活的 所以定国与余故得罪 这个就刚才说的 烏台事案的事情 他的得罪 被贬了广西的冰州 贬海上 五年海上的贩子 就是离开很远的地方 五年之久 在这五年之中 一直死于贬所 他有一个小孩 就在跟着他往南方去 就在冰州去世 另外一个小孩 一直死于他在京城的家 他都无法去 好好去葬他的小孩 而定国一病急死 他自己在那边也不好过 也常生病 生病都差点要了他的命 东坡讲的是实话 可是现在看起来 犹如好像都少年仍然不在乎这个 王定国也是 都送下来了 所以东坡写这句话 看得出了 他们这两个人 没有被环境打倒 反而微笑已对 用很从容的态度 证明了心安而定的 那种生命意义的 所以有人问东坡 他说了 你遭受人的扣陷你罪 你对人有没有怨对 东坡说过 我心中无恨 的确当然如果带到仇恨的话 对他来说 恨会腐蚀你的生命的 东坡就难以得到安稳临近 但是心中不存恨意 就还不够的 还不如像尤如跟王定国 换取一种正向的能量 彼此相爱 也关心你的朋友 王定国没怨恨过 他交东坡这个朋友的 他觉得理所当然了 东坡有事他有帮忙 中央认他我货罪 他都觉得欣然接受 他不觉得怀疑自己 因为交了坏朋友 会货罪 这才是比较正向的力量 有恨当然不好 无恨还不够 最好还是从比较正向的角度去看待他 当然所以看得出了 东坡因为朋友受罪 当然他心中甚有愧疚的 现在看见他们平安回来了 当然更是心开交心 一方面很高兴 一方面也很感叹的 当然最后知道他们能够 等于度过这种艰辛 也送下心中一个大事 起码他们没有被指导 不会因我 会带来更大的创伤 这些词里面 多么有很轻松的 别写出来 背后是有很深的情怀 在其中的 起码有一种很愧疚的 看到他们好 当然就是破体微笑了 很高兴他们活着回来的 这个慈悲背后 你看起来是 好像他们的刺激然然的 来到东坡很赞美他 实际上东坡的赞美的 背后的文字中 有很艰辛的那种 意涵在其中 尤其是他们两个 是因自己而受罪 能看到他们能够 围照度过了 当然就知道 东坡也放下心中一块大事 当然我们看得出了 这种调侃流动的 那种逼调之下 其实隐藏的许多 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涩 跟心酸的 所以东坡的文章 有时看他是效忠有泪的 顶峰坡说来容易 但做的都是很难的 你不是犹如 他们两个 因为从真正的爱 从一份信念出发 无怨无悔才能做得到 当然东坡真的很感激 为他们写一个词 也记录这份很深厚的友情 当然也很感激他们两个人 在心灵的世界里面陪伴他 走过那么煎熬的岁月 终于能够再见面 来看出友情 虽然还最后有这样的成果的 催促出更高的智慧 更灿烂的效用出来 这个对东坡来说是相对是重要的 原来多情因少我早生化法 但是先放下来 多情未必会让你老 而生命摧残 反而因为多情会滋润你的生命 像犹如一样的 他们达到另外的生命境界 这些时 我觉得尤其是读这篇文章 才能够了解它真正的含义 好 这首是定峰坡 我们从黄州到三年过后的定峰坡 东坡有着到一个新的意境 当然不能说东坡从此 海阔天空不是的 当然事实上已经大不相同了 所以人生的是非得是 它已经有另外的调整的方式 所以司马光的人 如果攻击他 他都并不在乎 当然道不同不相为谋 东坡有另外的处理的方式 等一下我们休息过后 再看两首也是很有趣的词 就是194 95的两首 如梦令 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 转个头来 我们再一起把这两首词 跟大家去介绍 好 下面我们就回到东坡词 下面两首的194 195的两首如梦令 我们知道东坡来到黄州 在元丰的四年冬天 他就迎见了他的耕地 号为东坡 他自己就只好东坡居士 那对他来说 当然是一个新的雅号 可对文人来讲 这种命名 曲号 未尝没有一种更重新出发的意思 十一的苏式 近一的东坡 在这样的一种 两种生命形态的一个状况下 去思考自己的一种生命的定位 东坡是一个接近陶渊明的一种生命情调 这个苏式是入室的东坡 那这个苏式曾经因为很用心的证悟 也来了一生的一些麻烦 最后带来几乎是大生之祸 东坡如何去调整自己 两者如何去分合 都是他要重新思考的 好 现在有机会了 东坡在元幼二年回到朝廷 担任了汉林大学士 受到重用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 司马光等周党的人 跟他是意见不合的 还加上也受到诚疑 他们的排挤 心情就一堵嘴非常的郁闷 满腔热忱 没想到文人之间 是那么样的不合作 其实我们从宋代文人治国 去思考到 由来我们这一千多年来的 实验文人治国 实际上就产生很多的问题 人多了很多的知识 相对于很多的成奸 很难合作 党同法义 比比皆是 那是很令人寒心的事情 所以东坡在这个时候 不时也有一种倦情 不时扶取 有一种不如归去的想法 那这个时候就写了这两首 《如梦令》的作品 就很有意思的 他用的词牌很有意思 《如梦令》 《令》当然是一个小调的 词牌的一个乐章的名称 对不对 用《令》的一个乐章 乐曲里面去填写 但《如梦之令》 为什么《如梦》呢 现实的人生怎么样 为什么会幻化一个梦想的世界 看得出他想取一个心灵的平衡 呼唤心中的一种梦想 呼唤一个曾经有过的 失落的一份梦想 这是他写作的用意 当然这个时候就 真是抒发了他对 《黄州》生活的那种 眷恋之情 也表达了东坡了 重新去认识了 归根生活的一种用意了 我们看这两首 我刚好是一体的 它是顺着 由冬即春 由春即夏 解决了生命的一个转折变化 第一首这样写的 他说未向东坡传语 人在玉塘深处 别后有谁来 雪鸭小桥无路 归去归去 江上一里春雨 那第二首这样写 他说手中堂前逃离 无限绿因亲子 连外百时儿 惊起五根春碎 居士居士 莫忘小桥流水 我们以为 东坡是游戏 其实并不是 我觉得他很认真的 在凡门的一个政治生涯之中 他呼唤起 几乎也曾经有过的生命经验 几乎淡忘的一份记忆 来重新寻找生命的定位 主要来说是很重 很少文言有这样的思考 东坡的这两首词 不断不断的互换 第一首他先开篇 就以很殷切的口吻 向着东坡故地来传话 他有办法 东坡的地方离人化的 两个身份 这些是苏氏 他在哪里 在玉堂 玉堂是汉林院 那现在汉林院的大学是 做一个士大夫的正确的身份 他以苏氏之名 然后供奉汉林 当然在玉堂汉林院里面做事 一个是很正派的 很有名望的 人人都想要的工作 这个是他的现实的人生 可是他现在呼唤那个什么呢 就在玉堂 就在东坡血堂的 那个曾经有过的自己 他就曾经命名为东坡居士 苏氏与居士 是分还是合的 如何去处理这个难题 东坡在这里面写了这两句子 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就是他想 现在把东坡的地方离人化的 我就向东坡传话吧 对不对 好像他听得懂我的 他是我的故郊一样 我就向他讲话 说什么 我现在呢 人在玉堂深处 我现在在汉林院的幽深之处 我正在那边呢 正在办公 做了蛮好的工作了 也可以啊 光中耀祖的 当然 这方面也写出出啊 他也许有一种 身不由己的苦闷吧 对不对 所以就 跟东坡来传话 来呼唤曾经有过的自己的 所以这里啊 看出啊 在现实生活里面 也许啊 他走 虽然身高 身居要直啊 却有一种难以伸展的一种 直爱之感 就在玉台深处了 但他又生了 很多的门墙 然后把你挡住 很多的人生 人是 人的是非 那玉堂 相对于呢 东坡就是很辽阔的天地 面对着大自然的山水 他就跟他讲话了 我现在就在这边了 当然讲的时候有一种 如物固人的一般亲切 东坡就设想了 现在我不在了 别后有谁来 雪鸭小桥无路 现在我不在了 有谁来造访呢 不晓得 以前因为我在啊 我有名望 很多人来拜访我 现在我不来了 这地方会不会荒芜呢 自从啊 我啊 独居在汉林院以后 推想了 东坡故地 在无人相伴之下 应该就是一片凄凉荒凉的 而这个时候呢 积雪覆盖了小桥 也接目了小路 这个情境呢 是别后没有来 没有人来 门庭如此冷落的上针 还是因为外在的天气 造成的不便 无人来到这个地方呢 东坡在这里面呢 有一种犹豫不定的感觉 当然也无奈 也不知道怎么去证实了 好 最后他就呼唤自己了 归去归去 因为这个时候 回去多好 那地方就从此不冷落了 就不再荒芜了 我就可以在这边呢 重新来复根 那时候呢 正是什么 江山一里春雨 一里春雨就是指春雨正好 正离地的春根的雨 差到好处 梨爬滑下去 刚好松染到位 就是一里春雨 一爬下去就挖得动 雨的不觉得太多 也不觉得太少 太少的时候 泥太硬了 太多水的话 根本不适宜跟踪 最后就是刚好 那个梨爬一挖下去 最终就恰宜的雨量 一里一春雨 那这里面他就转告他自己的 哎 能够啊 当然是心上网之地 你说多么大 突然有 慈观归故里他做不到 现实的考虑 都不会那么一样的 一种啊 不理性 可以看得出他内心的一种挣扎 正是很想回去 你可以说 这里面呢 他多期盼 现在真是冬天 他写的时候写到了 背后有谁来 雪呀小桥无路 我这边下雪了 那边可能更是更荒芜 寄了很多雪 那个雪不只是想象的 那个外在的东坡固地 什么鸡雪 实际上也可以说 他心中啊 在那边过得不自在 自己心中好像在堆满了鸡雪 他很想自己走出龙东 然后重新迎接春天的一份努力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个耕种 不是耕种外在的 耕种的地 也翻覆他自己心中的一种 一个心田吧 自己好生都在那边呢 跟很多人的是非争斗啊 自己都觉得很很无赖 好生是这个龙东的 一个气候当中 能不能翻动 心田中的富途啊 让生命的苗芽 得以滋养生长呢 所以归去的用心 也许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他苦闷的象征 我能不能重新 挥霍一种生命力 把自己的心田 如同在土地耕种一样 开发出自己的春天来 他曾经有过一番努力 也都有过收成的 为什么现在 没有这种力量 让他自己过得更自在呢 好了 顺着如果归去之后 多么的憧憬呢 那这个地方 由春到夏 一切都更美好 所以他就说了 好手中堂千桃礼 无限绿因青子 那青子就是这种未成熟的一个果子 只有一种桃礼果实的 对不对 那说经过一番跟踪之后 都写他出下的一个景色 既然能够 他这方面回忆过去的生活 当然何尝不冲击的一个美好的景象 在他的生命里面去滋润的 母春时节 既手中的桃礼绿叶成荫了 枝头中的未成熟的果实 也开始的长成了 而且还有什么呢 连位百舌耳 百舌耳是一种鸟 全身黑色的 它善于鸣叫 会叫好多的声音 所以称为百舌耳 大概是牧春三月会提的一个鸟叫声 他想到了 连位百舌耳会把人从憨碎中进行的 尽其五根春碎 五根春碎 早上三到五点 大概五点左右 要把你惊醒过来 为什么要把人惊醒 是一个声音把我从很郁闷的 一种好像醉梦的人生惊醒过来一样 多么希望能够清醒大自然 在这边有种疗愈的一种作用 在这样的想象过程中 当然一方面写出东坡的一种憧憬 但这里面你发现 用了很多的感官意向 在这样的自然之中 你的世界 你的感官意识 会一一被唤起 好像能够成就一个真正的自我出来的 你可以说 人在烦闷之中 你的感官是封闭的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但现在东坡透过最东坡的一个呼唤 他突然就是有个感觉出来 他师父就在大自然之中 听到了名声 看到花草的清绿的颜色 多么的美好 因为这样打开之后 心中的内在被呼唤出来了 他去叫他什么 居士居士 他就呼唤他了 居士居士 莫忘小桥流水 那个曾经 超脱繁俗 做自己的 不要忘记小桥流水 能够活在自然天秤生活中 那个自我能不能重新复活呢 他就期盼自己了 这个能够走出来 那一看都是东坡的努力 当然东坡不是说 你不是说 东坡要有梦令 很做梦了 很想离开这个地方 归隐固里的 实际上东坡 没那么样的不理性 毕竟在现实上 如他任重道远的那份理想 知己不可为精神 东坡始终没有动摇 不然他何苦 有大意要出来相助 来重振 这是一层的 他没有完全否认了 在政治上有他的正面意思 中原有些烦恼了 他不会急延延退 再更重要的是 东坡的责任性很重 他爱他的家人 绝不会忘顾现实的处境 然后任性行事的 所以不能读这个词 以为说 东坡很想离开 政治回到自然之中 东坡不止这样想 两个原因 一个是儒渣那种用事之心 东坡没有完全断灭 也不会否认他的正面的意义 他还是努力从共 知己不可为而为之 这是他的用心 再来就是 现实的考虑 东坡也不会忘顾一切 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 那东坡唯一的理由 我们解释就是 东坡在街里面 实际上 在现实的一个不堪中 他似乎 就让自己呼唤的 曾经有过那份精神 让自己能够掌握 一个真正的内在自我 他不会因为舒适的身份 混在政治的波浪之中 而不得自主 所以这里面 又有一个巨蟹的心里面 人就是无欲则刚 人就会过得自己内在的自在 就不会被外面的利害 所诱惑你 而且你呢 浑身不自在的 所以你可以说 东坡在这边呢 努力找寻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定理 这个人 可以活在自然之中 不受利害 所烧动的一个很稳当的内在心灵 那这里的话 由同陶渊明所体会的 劫如在人间 而无居车马轩 中间我们在人生里面 搭着房子 可你可以做到呢 不受外面的环境影响 听不到外面 马车的声音 为什么呢 你心如止水 不受干扰 你就过得自在了 所以东坡要做的是这样 不了整天呢 跟着那些人去吵闹 跟着那些人去抗争 用着自己的疲于奔命 不是 东坡要回到东 只是舒适又回到东坡的内在自我 两个做个很好的结合 即使舒适又是东坡 所以所谓的 从白剧以来 他们都了解到 不容易学习陶渊明的 所以白剧也就提 他们就提上一个想法了 我们呢 做一种中影 我们隐喻潮世之间 继续做你的官 没关系的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做官而做官 我们随时有隐退的准备 这样呢 把这个心 融合在官图之中 人就不会要迷失 人就有自己一份定力 有了定力 就不会焦虑不安了 即使从白剧以来 他们呢 都在思考 东坡到这个时候呢 就试图要把舒适 跟这位东坡居士 两个融合在一体 我既是舒适 又是东坡居士 我可以从政 也可以退营 这个是出入之间 既可以做一个抉择的 不许在形体上啊 能够呢 做出这样的一种啊 要远离啊 政治去归营的 事实上就是 回到一个直心自然 不守拘束的自我 人呢 就在不知不觉啊 就可以啊 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的 实际上在这里面 东坡已经不在乎了 好 在朝鲜里面不合嘛 那东坡就已经决定了 既然司马光的人很难合作了 他就离开嘛 他们看我也不顺眼 东坡反而就是呢 在地方的崇祯 更能够实践他的报复 所以呢 在这个时期呢 东坡提出要求 远离啊 这样的地方 哎 泰环套也准许他 只有东坡就是 到杭州去担任志州 他就做的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 这就是进退之间的抉择 尤其在那边 站在那边 更能去抗争 倒不如转一个弯 选一个地方来 让自己啊 能够啊 心安理得 做更多的事 做出更大的奉献 所以这个词啊 实际上在东坡生命里面 我觉得是相对重要的 他如何 不把之前的 皇族的生命 好像是已经过去了 不存在的东西 好像要把它地裂掉 什么都不是 事实上他是可以啊 既然走过了 他还是有他的一个意义的 但如何把它 跟现实的自己 做一个融合呢 他这里要 用两首词 呼唤一个东坡 也呼唤内心的居士 他做了一番努力的 一直告诉自己 居士之事 莫忘小桥流水 做人力很得意之时 也不要忘记他自己 心中的这句话 人就不会迷失的 好 当然表面上呢 人在玉堂上去 多少人多羡慕啊 以为有一天 还可以出来执政 但多么不做慈祥 他还是觉得 他还是有他 最重要的生命的归属 心安于此 就毫无畏惧了 那这是很重要 我们后天看到东坡的词呢 这份力量啊 一直都在的 他都能够看破很多事情 面对生离死别 就有不一样的体会了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看东坡了 如何面对啊 来到杭州以后 但也有很多送往迎来的事情 我们呢 从东坡词开始 看到了 从杭州的东坡词 看到东坡写了好多的送别的诗 每每分手之时 东坡都感善不已 你看他从城乡 从杨晦 你们回答问题都知道 对不对 他都是最后会落泪的 但是经过十几二十年以后 东坡再到杭州 单人之州 心情就不一样的 刚才那些体会啊 都有发生作用的 那下面我们看一首啊 是219首的林江仙 各位东坡离别很喜欢用江城字 这里他改个字 叫林江仙 送给谁呢 钱幕府 钱幕府的原名呢 叫钱邪 钱邪啊 他是吴越王的一个后代 所以他在政治上有他的一个地位的 东坡回来朝廷以后 后来东坡在原有初年呢 在朝廷担任起居社人 东坡担任起居社人的一个工作 而当时在原有初年呢 钱幕府也在京师任官 他担任了中书社人 这两个人呢 就有来往了 生气相散了 有非常的一个有交往 后来在原有三年呢 钱幕府啊 就从京城 然后呢 就出自越州 就到了越州去 钱幕府大人的 越州的支州 就在浙江 东坡呢 诶 刚才说了 他就跟司马关不合 当钱幕府去的越州不久了 东坡就请调 最后就到了杭州去 那三年过后呢 钱幕府啊 从越州呢 又调到去营州 从浙江的越州 调到河北的一个 一个营州 刚好东坡那时候还在 杭州 所以他指 从越州调到营州的旅途中呢 经过杭州 东坡跟他再见面 已经分隔三年了 所以这个词就是 要送那个钱幕府 到营州去 去河北 河江 河江 这地方的一个营州 可是啊 他心里又输了 这个时候 政治很显恶 钱幕府也没有做过 什么措施 可是他 我们知道 你调的关到哪里去 就看得出 你的政治地位 而且呢 跟主流的人的 一个亲疏关系的 调到越州已经很远了 到浙江的地方去 东坡还在杭州 因为他声望够 大家不敢动他 但是呢 没想到三年 把他从越州呢 去调到河北的 河间的一个营州去 而营州团呢 大家都 当时人都知道 在西林年间 东坡当时 当然通胖的年间 营州呢 先是经过旱灾 后来呢 也有呢 地震 那地方很糟糕啊 那么多年来 赤地千里 五国不收 而且在遍地洪光 百姓都往南边逃窜了 在原有年间 这个地方 还没完全恢复 这是个很恶劣的地方 偏偏有派钱幕府去治理 但东坡是很不舍的 就不晓得 不晓得政治人干嘛的 好好地把这个人 都掉到那边去 可能去惩罚他一样 所以东坡是 在这个情形下 他就提了一个词来 送别这个钱幕府 为他来打气的 也觉得呢 德不顾必有灵 我跟你是同路中人 并不孤单 这是东坡呢 一首很不一样的一个 送别的作品 当然经过很多 岁月交的东坡对生命 有刚才说说了 他已经东坡与苏世两个融合了 对人的生离死别 他已经很多东西看得开了 他不像以前很怕 他失去害怕 所以充满了很多的恐惧 不安 现在他不是这样 你看这词的描写都很不同 那我们看看 他说 一别都门三改火 天涯踏进红尘 亦然一笑坐春蚊 吾泼争骨井 有节是秋云 惆障孤城连夜发 送行淡月为云 尊钱不用脆霉瓶 人生如一缕 我亦是行人 我们已经看破人生的一种相对面 我们不是在前期必复谈到吗 至其变者而观之 天地沉不宜一顺 而且至其不变者而观之 天下根本就是无尽境的 所以这个事也演练到这个问题 你看从什么角度去看人生 你从变化还是从不变的角度去看 当然多么已经掌握到不变的定理了 所以什么变化他都不会受他蛊惑 会产生了很多的悲喜情怀 他现在开篇先说了 一别都门三改火 都门就是城门 都城之门 使得是变境 他三年前刚好跟两个人都在侨庭做官 我们在这边最后离到粤州去 然后一年后我都到了杭州 我在那一年三年前就送给你了 但是已经过什么 经过三改火 以前一年可能有分几个时段 春夏秋就会改火 改火就是火种烧到某个时间的时候 就要换个新火来替代 这代表改变季节 或者这里当然指的是一年改过一年 但这里的改火比较 从唐代开始 比较着重的是寒时节的改火 寒时节的时候 因为当时有新的渔墓诞生了 所以这个渔墓就称为渔火 这个渔火是一种新火 把旧火种死掉了 把那个渔火拿来再转木 然后再重新取火 这些新火 都在寒时节那几天举办的 那所谓的寒时节那几天先不生火 把旧的炉灶的火种把它清除掉 然后撑了 这个时候清理完了 三天过后重新燃烧那个渔墓 重新点火 成为改火 那我们有意思 这个词可能呢 写在寒时节前后的 有一个改火了 就过了三个寒时节 就是三年的意思 他说在这里面 我跟你在都城分别以后 经过三个寒时节 意思是经过三年了 在三年之中呢 我们两个人呢 踏遍天涯 天涯踏进红尘 红尘代表人间嘛 人间里面 不知道走过多少路 我们在这边呢 三年很多的变化 踏进人间 但不管人生多变 人的旅途中啊 东奔西跑 没有个安定 可是呢 我们不变的是什么呢 一然一笑 做春文 你看我们有些事 跟春天有关系 跟那个改火比较值的是 寒时节 暮春三月嘛 他说呢 你我呢 依然保持的 如春天的 般的一种温和的一种感受 依然一笑 做春文 我们不会因为奔波劳碌 腿头上至 愁眉苦脸的 我们依旧了 好像春天的灿烂 展开了一种笑容 一般 非常的温暖于人的 依然一笑 做春文 我们就看到 周杰在以前写的 宋别的旨意 以后春天尤其有韩式 都是带来悲伤的 不想这一首 他是从比较正面的去论断 经过一番岁月之后 更证明我们的生命的某种意义 我们用这一种 来抵挡岁月的变化 我们保持一番笑容 这个笑容 你看前面的 游如回来 不是笑食游带 令煤香吗 这个笑食经过一番 淬炼得来的 不是天生如此的 我们就是寒笑对待 因为仇人得人 没有什么怨叹 所以依然一笑做春文 这个依然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事情被打倒 每一个事情 因为这些被调动的频繁 而让我们伤心难过 我们还是要以笑容去面对人生 充满了春天温暖的生命色彩的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打从心理 我们肯定了自己 不是外在的 他这里很灵活的 用到当年的白句义 赠给原整的诗句 完全把它套用 改个韵脚 然后与意识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面你看到 前幕夫前邪 收到这首诗 当然他也是诗人 完全了解 东坡这首诗的处处的 就是来自这首诗 如果东坡是用白句 送给原整的话 严厂之后 东坡把你 好像是原整一样的对待 一种身交自由 所以用点又用的恰当 东坡就展现出了 我跟你真的好兄弟 非常麻烦的 游动当时原白病成一样 前幕夫收到当然很受用 东坡原来不是把我当一个平常人的 我们有同当年的圆白的交情 所以他也用了这两个句子 来勉励我们大家 怎么说呢 白句的诗原来是这样写的 他说 古井水有这秋竹间 关键就是 在形容人生有五波 不似泼蓝 东坡不是写顶峰坡吗 顶峰坡就要做到封顶坡纸 怎么做到封顶坡纸 但后面再形容什么五波的状态 如同古井水 好像你的生命里面 一个井水 很深层的古井水 里面你看不出来的 其实里面很深层 不似泼蓝 不似泼蓝 外面也许你看到人有些脾气 其实上的内心是很稳重的 很底定的 所以当然一方面 是赞美前夫 也是东坡的一个夫子之道 就是我们的心境无泼蓝 如同古井水一样 不起泼蓝 我们不为所动 我们守人生的正道 不因此 外面的一种是非变化 影响我们的心情 因为我们就是 你看不出那个泪 底蕴的如同古井水一样 除非你探进去 才看到里面的深层 那么的稳定 我们内心是安安稳稳的 不会容易被挑拨 产生了一个情绪变化 因为我们是无泼 不起泼蓝 这是很重要 经过东坡 喜欢很多钉峰坡的时候 才认对生命的一个情调 再来就是 连无泼不死的静态而已 还有关键是 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力量 是什么 有节 有节操 有士道夫 经过儒家的精神锤炼 而完成的生命的节操 儒章 如秋竹 好像竹竿一样 平平直立的 而且越展越高 有节 秋竹竿 很秋天的竹竿一样 非常的正直 绝不能怀疑 这个是有节 自己才能做到无泼 如果无节的话 这个无泼可能很容易被干扰 但是经过一个自己锻炼的 修养而得逞的一种状态 才会到无泼 所以有节无泼是呼应的 东坡是改一个 秋云就是写下竹子 生出来的一种花碎一样的东西 这些是为了押韵 这意识是跟这个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少年隐忍 不受影响 充满了小意 关键就是用我们内心的灵静 还有我们对生命的肯定 还有我们的一种节操 充分地表达出来 最近我们看东坡松别式里面 没有用到这样的一种态度 都是掉入悲伤的情怀当中 这里人不是 他从内在生命里面肯定自己 所以面对人生的离别 又不会因此产生更多的一种 悲怯负面的情绪 但是下面还是写回了 送别当下的情形 既然是送前部父母 我们还是要有个酒宴来换送他 难免有一种不捨的 但是仅此而止 不止于像以前的 会落泪 会悲怯 不会的 他说 惆怅孤凡 连夜法 中文我们信心相识 毕竟你要离去 我还是难过了 让你离去 那 因此尤其你去的是一个 非常偏僻的地方 也为你不舍 但东坡就说了 惆怅孤凡 连夜法 你孤真的凡 连夜 今天晚上就要出发了 我难免有惆怅之情 那这里面呢 送行淡月为云 那送离走了 你用天上的淡月为云 好像大自然都相应来 来换送离的 那我们说 用月来代表人生的离别 用云来代表人生的离山的禅 但是仅仅于此 淡月为云 但不做更多的一种 情意的一个描摹 把它赋予更多的 负面的一种色彩 就是送行淡月为云 如果我送离一样 都会平平淡淡 就云的山面 月光的一种黯淡一样 不止于牵动更多的情绪 尤其有什么呢 尊前不用脆眉瓶 瓶的皱眉头 那尊前的酒尊前 那在言识上呢 以前我们说过 东坡很喜欢用间接的功夫 来言情 来写送别 就借女孩子的枯提 来代表落泪 但这下东坡说不用了 我不需要再靠歌女 填个字里来给她 来催泪 代表我的离情衣 不用 她吩咐她们 你不要唱悲伤的歌 尊前不用催眉瓶 我们的酒言上 不要再用 女孩子来帮我们 扮演这样的角色 要她们不要皱着眉头 为什么呢 因为她看开也看破了 是什么原因呢 她说人生如逆缕 我亦是行云 从人生的大天世界来看的话 我们很难说谁送谁 知道吗 谁是你的家 人生都是这样的 一个必然的状态 随着时间而去 随着时间而来 谁能够自主的 不是的 是人因为太执着 因为这个地方属于我的 因此你要离去 或者我被赶走一个地方 人就开始有些不舍 会难过 如果人生呢 我们说 以前引过陶渊明的诗 重浪大化中 不喜意不惧 如果人生 众生的时间滞留的话 那也无所谓 哪个时段属于谁 哪个时段属于我的 你就跟时间同时而并竟 就无所谓 谁送谁 谁离别的 他说人生如逆 逆缕就是女士 有个人生好像一个旅站一样 每个晚上在这边七夕 然后每个晚上换一个旅店 人生都是一个旅店 一个一个住下去 在时间之流里面 不断地演进 现在你住在这边跟我相遇 明天呢 你就去到营州 就去到这个旅店了 在后天 可能就不知道搬到哪个旅店去 我们每天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人生如逆旅店一样的 我意识行人 现在你很难说是我送你了 我在时间的一个轨道上 我也是不断往前走的一个人 谁能够禁止不动呢 我意识行人 所以我们所谓送的时间 因为我就在这个地方 而你是离去 因为我是不动的 都不是 如果在一个变化的角度里面 论述的话 每个人都在时光的流逝中 不断地变化着 无所谓谁中谁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每个人都是在时间 把时间在抛之往外去 没有人能够自主的 因为从不变的角度来 每个都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 都在时光的一个运作中 必然的状态 由生到死 从这里到哪里 都是必然的成长 无所谓 谁跟谁 有这样的一种 分别的面貌了 所以东坡在这里面 他从一番思辨就了解到 送别并不是像以前那样的一个状态 你太执着了 所以因此很多的一个焦虑不完 如果放开一点的时候 人生也许会看得更开 然后面对离别 就并不在乎 所以对东坡来说 能不能回到朝廷做官 还是这个地方去 或者跟谁离别 实际上已经有种 当然不知不动心了 起码东坡还是会惆怅的一个情怀 但是不想之前的 一定要坚定某个地方 太过想拥有一个地方 坚定某个处处的时候 人生就太执着 执着引起相对的情绪 就越强越大 人心情就不得临近了 所以同样的宋别奇 我们看到从杭州的当时同伴 到了这个时候 从三十八九岁到现在五十六岁 二十多年的岁月后 东坡就有一番的新的体悟 就不止这个词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了 东坡另外一首很有名的词 叫巴胜甘州 我们有意义的 当然是在杭州的地方 我们讲过 东坡来到黄州以后 他大部分的词 都是在杭州这一带写着 因为刚好他担任地方的支州 有很多的场合 在歌舞的一个环境之中 那朋友来来去去也必然有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宋别的课题 不断都会发生 现在是东坡要送走前幕府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 东坡不会再用江城子的 江城子也许他过去很多的经验 都带来看更多的生离死别的哀痛 这个时候他故意选一个林章仙 林章仙也呼应了之前 在东坡在原封年间 写完念炉灶以后写那首 东坡夜饮回家 对不对 超门斗布印那首 他用林章仙的铁牌 林章仙为什么 这样代表时间对他来说 面对时间又怎么样 人要自在 自在就坏活如神仙了 不认为很多人生的烦恼 我觉得东坡是有意的 用这个词牌来呼应这份情绪 叫林章仙 他不用之前惯用的一个江城子 认为我们要超脱这份离别的情怀 但这里面不是没有肯定 起码认为我们问心无愧 回到生命的本质 我们使了这样的坦荡荡的人生 无愧于人生之后 对于离别就不需要那么样的 一个耳履情怀 所以这里面的一种对生命正面的肯定很重要 多么不是同时看开什么都不在乎 不是啊 所以人生的原处 最本质的东西一定要肯定 而且这个是不能获忘的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就轻松对待 尤其面对人生的离离合合 那这个是一个普通朋友 我们会对照出前后的不同 那下面当然今天时间不够 先听听听大家回去看看的 就是220页的巴胜甘州 这时呢 我们讲宋别的两个面相 对不对 刚才那一首是要宋别前幕府离开的 但没想到呢 没多久呢 东坡又被调回朝廷去了 重要原因就是太完太后 捨不得苏东坡 当东坡掉走之后呢 他觉得呢 就是坐立难安 为什么呢 新来的大学士呢 没办法呢 很如他所愿 然后呢 很多事情呢 能够很轻松处理 他很依赖苏东坡 觉得他谈笑风声 晚上进来跟他聊 第二天呢 一直不改 而且很快的把他的 所要表达的意思呢 就立刻写成咒章 然后颁布出来的 觉得东坡是很厉害 但是换到东坡去了杭州以后 东坡在换到新的汉林大学士 台湾大学就不习惯了 老师要再上 召回东坡来 东坡所以去到杭州 每两年多 一年多 就调回京城去了 东坡也很无赖 曾经有个有名的笔记小说家 叫洪迈 洪迈在当过汉林大学时 有一天呢 他就问那个老太监 问老太监呢 你说呢 我也当汉林大学士 东坡也当汉林大学士 我们哪个厉害 老太监说 你们都很厉害 写的文章有够好 皇上交代 台湾大学士 你们都写得很好 那洪迈就很高兴 觉得他不许输给东坡 同时他高兴之后呢 至于啊 那个老太监就补充一句 不过洪大人啊 你知不知道啊 苏东坡啊 写这些奏章的时候 从不翻书的 言下之言啊 你这个家伙读书是很多 但随时就搬图书出来 然后去操入这个处处 东坡根本就记在心里的 谁厉害呢 对不对 文章写出来都差不多了 但又花更多时间 很上脑筋的 但东坡因为这个原因 不得不离开 所以就写了这首八生干咒 什么 他要送别 赠送给送他的人 也会说他的朋友 生鸟子 大家回去读的时候 很妙的是 这首词啊 你看你怎么读了 东坡是哀伤了 还是怎么样去看得破呢 为什么呢 生鸟子是个和尚 是他的好朋友 他的法号是道前和尚 对不对 东坡你们想哪个呢 东坡跟他开玩笑了 道前和尚是出家人 六根清净 打破红尘的各种是非得事的 但东坡故意用一首呢 这种八生干咒 这个词啊 词调是非常的跌宕变化 送给他 我就东坡故意挑衅他的 我故意唱首歌给你 给你听听那种波动起化的一个音调 然后呢 骚乱你的心情 其实东坡是跟他开玩笑的 这词很有趣的 东坡如何面对这份离仇 真的有离仇吗 还是东坡已经根本无仇了 所以他就用这种啊 很游戏的方式来跟 他的好朋友啊 生鸟子来对话的 那今天这个词很长 八生干咒 大家回去看看 如果了解八生干咒的词料呢 你不妨如果手边有的话 或者在电脑呢 找找呢 刘勇的八生干咒 另外当时啊 最先填写是刘勇 对肖像木语撒江天手 东坡呢 对刘勇词诸多批评 唯独对八生干咒呢 非常的一个推崇的 因为他前面那几句啊 不减唐人的那种气象 刘勇写出某种的气象出来 所谓八生干咒 干咒是干咒的地方嘛 在西北的 八生的里面也许啊 有八个段落 八个声调把它组合 因此他的音色起伏变化 很容易挑拨我们的情绪的 东坡就故意用八生干咒 来赠送给他的道上和尚 善勇词 这个创作意思就很明显了 东坡是当然是故意的 通常来说啊 跟和尚对话 东坡平常是都用诗的 善勇语也是个诗人 等他偏偏用这个来 来调节的情绪 所以看看呢 在这个时候啊 东坡呼应刚才的首林江仙 东坡面对离别的时候 已经有不同的心境了 他用坦然的态度面对它 那这个大家我们先 请大家回去先看看 下个礼拜呢 我们就先从这首开始 我们很快呢 谈完这个 应该下个礼拜 就可以完成了 东坡的编联石的部分 编联石的部分 一起谈到他去的海南岛 所以大家不妨 就根据我们提供的资料 先浏览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好 现在我们下 brows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